我们重点讲这个 Email Request 好 同样我们给他听下一个办法 这个是面试的一个重点是说 你前面 前面大家以后会怎么复习呢 但会需要敲有些时间 现在基本上都快讲不做对吧 准备简历啊什么开始一些 这 这有时间去敲吧 没时间就看下去这个 其实老师跟你们说也就散步对吧 这里剥留了 怎么记呢 散步 创建对应的一个请求 对象 然后能创建请求链 添加到请求链 一个散步对吧 然后有个回家 大家就把这些主要 跨架性能力给他记得一下 到里面知识点有空就复习 然后呢 这下面要说了 就是面试一个重点 老师 这个可以讲的特别长 这个所以我们重点会讲这个 这个叫做Email Request 这个呢做我们的图片 前面有同学问了三连缓存了对吧 这个能处理我们图片的一个缓存 这边给他一个大写 这边可以讲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一个面试的重点 Image Request 好 我们通过ID 然后注册他一个点击经历方法 setonclicklisten 然后呢 这样的 onclick当中给他一个case 然后通过ID 判断他到底是点了哪个ID 好 我们创建的方法叫做Inmate Request Ctrl下E把这方法创建出来 这个呢 我们先给他 啊 大家不会用对吧 既然他是一个Inmate Request 我们也说了 三步起 那么 我们大概给大家过一遍 第一步 创建 创建 创建我们的Inmate 对应的请求对吧 Quesd Inmate Request 然后第二步 创建 请求对 也就是我们的Request Cream 然后第三步 发起网络请求 也就是 发起 把这边直接调用 叫做我们直接这么写吧 叫做 Que 然后呢 调用一个 ad的方法 然后呢 把你这个Request传递来 也就发起我们这个请求吧 他呢其实就这样 也就是 发起 请求 好 好 我们一步步实现 首先 创建 我们的一个 Inmate Request Inmate Inmate Request 好 就叫做 Request New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 UIL 这个UIL呢 它必须是一个图片的一个地图 好 这边有个参数对吧 我们呢 首先要拿到一张图片 这边Apaq 好像在Apaq 好像有一张图片 嗯 来找一下 关闭其他 这边有一个叫做 Ing Ings 对吧 他反而是一个Beatmap对象 他和其他就不太一样了对吧 其他要么是最少这样 要么是使劲对吧 这边呢是一个 这边 刚才 打包打错 Ctrl 加一 添加为时间的方法 他反而是一个Beatmap不上 Ctrl 加5 把他叫包 然后呢 这个老是说了 开发当中不会用 你先创建出来 避免他报了这么多错对吧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了 创建 然后呢 这个也给他创建了 先不管 先创建 然后呢 这个说过了对吧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回家 Alan 然后呢 很多交易 添加为时间的方法 先不管里面 先把我们的一个结构大 这边是要初始化 老师先给他初始化 这边给他一个零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都是为了我们明天 做支付服务 就说 明天呢 我们会讲 它会用到里面的一些 知识 然后呢 这里面的知识 大家可能在我们的 前面讲的基础都有讲 对吧 这边 他为什么叫做项目 开发的实战呢 就是大家在毕业前 相当于做一个总结吧 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大会 里面把一些 很多很多的知识点跟大家说过一遍 所以给大家有个印象 然后呢 大家面试当中也能够增加一些技能点 所以其实就是 复习加一些新的知识点吧 支付是新的 然后里面这些网络请求 就是新的对吧 但是里面 我们有讲的 DBCM的一些用法 其实是复习 好 我们说过了 先把框架大 创建我们的一个请问对面 怎么创建呢 通过玻璃 有一个静态方法 它呢 叫做 New Request New Request 传入上下文 Ctrl加E 把我们的对象创建出来 然后 第三步 三步起的之二步 发起请求 其实它只有两个核心的方法 对吧 这两个核心方法是怎么联系到请的 通过调用一个方法 叫做App 它呢 就能够发起请求 把我们的请求添加的请求对链当中 请求对链发起请求 然后呢 请求之后呢 它有个成功回调 它反过的是一个BeatMap 我们要把这个BeatMap 显示到图片当中 所以 我们这边呢 要给它添加一个ImageView 好 Img 那是之前配置过模板了 ImageView 我们叫ImageImage 好 我给它一个 120DP 给它一个 120DP 好 ID 通过ID 拿到我们这个ImageView Image 等于转下 转下类型 ImageView 然后呢 带68ID 8.ID 然后呢 Ctrl加1 创建我们这个成型变量 然后 再 成功回调 成功 回 调 这个 这个Image的筷子 其实开发中还没有用 为什么要讲 因为它里边有一些 非常核心的一些算法 它不管用什么 这个图片的一些存储 它用到这个核心算法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呢 是通过这个引入了 这个算法 我们这边 大家 可好 就不用敲这个 但是里边有一个字 一定要知道 我们下面会说 好 通过Image 然后呢 setImage 叫做 Image Image Bitmap 然后呢 把我们的图片 显示出来 这个错误我们不处理了 这个开发中 大家处理一下 我们现在 说这个对吧 它 反过的是一个 Bitmap 成功 返回 Bitmap 对象 也就是一个图片 对吧 好 我们拿到这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我们下面要说一下这个 这个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0 0表 就参数我们简直一下 0表示的是 就说大小 不 限制 图片 大小 也就是默认吧 这图片有多大呢 我就给它多大 就说不处理 不压缩图片 其实呢 应该这么说吧 不 压缩 图片 这边下面也是一样 这个config 面试的一个重点来了 它里边有一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藏料 里边有几个 我们都给它看一下 这个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一共有四个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面试的一个 重点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 其实呢 大家不要使劲一杯 老师教大家一照 这个 我们待会 我们先给它住了 这几个都给它住了 这么住 这个 这个 这什么意思呢 就八什么八位 八位 八位几个字节 考一下大家 有知道了吗 一个吧 一个字节 好 这个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 它呢 其实这个参数就是设置我们的图片 图片的一些配置信息吧 比如说你的图片 你希望你的图片呢 它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图片 八位对吧 每一个像素 每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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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点 点 站 用 站 看这 站八位 也就一个字节 这个呢 每个像素点 站多少位呢 大家知道吗 怎么算 四个字 十六对吧 十六位 其实不用背 就说你只要看这数字前把它累下就行了 懂吧 十六位 几个字节 两个字 这个也是面试一个作用 所以我这边应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边呢 这边不用记 看到八对吧 四八三十三十二位 两个 四个字节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呢 五六 怎么算呢 五加六加五 十六对吧 十六位 十六除以八 两个字节 好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一张图片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笔记当中也是有了 这边再给大家写一下 给大家增加一些印象 其实我们笔记呢 其实都已经有写 这边呢 只为了增加大家印象 这边 这边有一个 比如说有 一张图片 多大呢 480 乘以800 这边有几个像素呀 480乘以800 算一下吧 480 乘以800 384 后面三个零 384 384 后面三个零 像素对吧 这边是那个像有这么这样大小的图片 480 800 这为什么要给大家算呢 这个也是一个面试中 面试办会问你 这个你选择的是哪种图片格式 比如说哪种类型的 我们 算一下 如果你什么是这个图片 如果你是这个的话 这种格式的 这种配置的也就是图片 他呢 占用多大内存 计算 占用 内存 空间 大小 这个我们说了 是吧 他呢 一个像素点 占用的是 8位 一个字节 对吧 好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像素点 那么占用的是几个字节 乘以 1对吧 这个是字节 字节 然后呢 等于到照 384 除以 1024对吧 再除以1024 这是他照对吧 我们不转照 我们转成我们的一个 kb吧 我们算一下 除以1024 374 没错吧 给大家画一张图 你们就能够看出来 我们先讲完这个 这个其实还是 挺简单的 下边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 这个呢 大家回头 也能算一下 这个不用记着后面带来什么 其实就8位嘛 很简单 44 就是多少个字节 我们说两个字节 46 那么 其实也就乘以2对吧 乘以2 他呢 得到是一个字节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对应的转成我们的kb或者照 下边其实是一样 对应的长 然后呢 是给大家画张图 这个 给大家提定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大 我们画张图 我看一下 调整大小 我给他像素 这边 给他一个 320 乘以 30800也行 就800吧 好 然后呢 这么张图片 然后呢我给他写一点东西吧 随便画一点东西 随便画一点东西 好保存 另存 另存雷 这边 有显得一个图片的格式对吧 我们显得哪一个呢 我们随便显个吧 2424位的对吧 放到桌面 然后呢 24 24 我们就写24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图片的大小 alt加enter 750kb 我们算一下 我们现在算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大 它是多大呢 我们算一下 320 乘以到800对吧 这么多像素 然后呢 我们这个图片的格式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另存 24位对吧 24位有几个字节 除以83对吧 除以83对吧 一个像素点占用 三个字节 这个是它字节带啊 有多少配例呢 除以 1024 750 没错吧 这个就是计算一下 我们图片将另存大小 安卓当中也是一样 750 没错吧 大家还有一样一种情况给大家演示一下 另存 另存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看一下 另存 这边有一个叫做 256 这个 256 这个给大家保存 我们就叫做256 256 就叫256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256呢 它比较特殊 然后呢 这边有251 我们给大家算一下 我们这边是 320 乘以800 像素点 然后呢 256的话 其实呢 它相当于一个像素点 占用了 一个字节 所以呢 我们直接 乘以1 其实它就是1吧 然后呢 再除以1024 大家发现它是大一个 20对吧 我们算的是250kb 但是呢 它多了 那一个 多了这么一个kb是怎么来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图片 因为有的图片呢 会带着 图信息 对吧 前面应该有讲过 图片呢 有图信息 图信息也会占用点空间 所以为什么它会稍微大一点 大家以后就 你遇到这么一个 比如说你 你加打图片 然后发现这个图片 你算上要大这么一小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图片 它带着投信息 我们笔记当中 也带着说了 有个图片呢 其实带着这种投信息 明白吧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 里面就开始 我们现在把它实现了 对吧 我们先把 我们这边 给它带介绍 这么几个参数 大家面试当中会问哪一个人 这个会问 比如说 你显然 对应的显然 哪个图片呢 因为 这个图片比较大 对吧 就说根据你的需求 如果你的图片很大很大的话 那么你可以稍微显得 稍微格式比较小一些 对吧 如果你的图片就说比较 小那么你可以 稍微把图片的质量 弄得好一些 就说占用的像素表比较多 这种 这样它这样内存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你图片本来还在讲 但是图片本来就很大了 那么你给它调一下 比如说五六对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 它面试官 没问题这些 这些也是面试的一个准备号 我们呢工程已经实现了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 准备计算 一张图片 占用内存大小 也就是 像素表 每个像素表 占用了多少空间 其实 就是一个相成的一个过程 然后进行一个换算单位 好 我们给它跑出来 看一下我们的图片 能不能真实的显示到我们的一个 Image View上 好 没事对吧 其实呢 这个Image View 这个客户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不用 因为开发中 好像不用 这个Image View View 为什么会讲呢 是因为它非常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我们先停个视频 然后呢 课前 我们通过了几分钟 给大家分析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怎么会 我啊 我们对他们好 点几分钟 我帮大家